第13题 已知产生的氨是以气体的形式产出 请问在反应式中应该如何表达 我们上课时候讲过了 如果我们在箭头的上方加一个三角形代表加热 那如果我们产物是一个沉淀 我们就画一个向下的箭头 如果产物是个气体 我们就画一个向上的箭头 而这体的氨是以气体生成 所以我们就要在氨的旁边画一个向上的箭头 所以第13题问我们说 请问在反应式中应该如何表达 我们答案选的是B NH3向上的箭头